高尼的老家在南园 他只读到高中毕业就去找工作 整天梦想着挣大钱 一天他见到赌徒们 轻轻松松就挣得盆满钵满 不由的心动起来 于是借了一百万就加入赌局 不掉转眼间他就输掉了所有的积蓄 巨大的失落与空虚 让他无心工作 整天躺在家里逃避现实 接着他离婚的姐姐带着一大笔赏养费 从外地回来 高尼见到家中突然来了一大笔钱 心里赌博的想法又死灰复燃 经过艰难的挣扎后 他还是拿走一半的赡养费 钱去赌场想要赚回本金 结果再次输光 高尼不甘心 他一咬牙又拿走剩下的一半 想着不成功变成人 再次走进赌场 一个赌徒神秘秘地提醒他 如果拿了一对八 就把钱全部压上 不明就里的高尼 在赌桌上果真拿了对八 他以为胜券在握 便赶紧下注 谁知有人竟亮出了对酒 他还没反应过来 排桌上两个赌徒 便扭打起来 他们还互相争执着 出的老千不符合 事先约定好的那样 高尼这才知道 自己被算计了 随即就被人打昏在地 等他再次醒来后 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而是下定决心 走遍天涯海角 都要找到这群老千 拿回自己的钱 就这样 他花了半年的时间 走遍全国各地的赌场 在一个赌场中意外遇到了 全国最厉害的老千之一 平先生 高尼想拜平先生为师 但对方看了看高尼的掌门 随便放弃 否则很可能丧命于此 年轻气盛的高尼自然不信邪 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 总算如愿成为平先生的弟子 平先生拥有人牌合一的高潮技术 小鹿一手就把高尼砍得默瞪口袋 不管需要什么牌 都能呼之起来 高尼跟着平先生从最基础的切牌学起 慢慢地取得了一些技巧 除了记忆的传授 平先生还把多年的江湖经验 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直言 高尼只看到这一行的财富 还远未亏见其中的凶险 他说起了江湖三大老千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一只耳和阿鬼 一只耳在和阿鬼的对决中 被抓到出老千 而被割去一只耳朵 同时 这个阿鬼多年来也一直觊觎着 想要砍掉平先生的一只手 平先生对高尼严格要求 因为牌桌上没有公平可言 熟能生巧才有生存的机会 经过刻苦训练 高尼的技术有了显而易见的飞跃 一年后 高尼已经把老千练得出神入化 于是平先生答应 带他到外面闯一闯 平先生虽然逢赌必赢 但十分讲究原则 绝不贪心 他问高尼打算什么时候收手 高尼回答 等正够姐姐赡养费的五倍 就筋盆起手 闻言平先生答应帮助他 只希望高尼能信守承诺 违背承诺的话就要自断手指 为了加快高尼的赚钱进度 平先生带着高尼 找到了外号为赌花的郑小姐 郑小姐长得漂亮又精明 自己经营着赌场做庄稼 栽在他手上的赌徒不计其数 平先生推荐高尼和他一起做绝 并亲自为高尼的能力做了背书 这让郑小姐对高尼挂目相看 若有肆无的卖弄风仓 果然两人在告辞后 高尼又借口直返过来 一头扎进郑小姐的温柔箱里 这次设局的目标是一位将军 高尼想在郑小姐面前大显身手 迅速加注到三千万 但将军没那么多现金 便拿出一把珍藏的左轮手枪做抵押 可是这显然不合规矩 平先生对高尼做出否定的暗示 但高尼看出郑小姐十分注意这把枪 便一口答应下来 她和郑小姐间特殊的关系也被平先生看穿 最后高尼大获全胜 郑小姐也被她高超的老仙手法所折服 进而产生把她据为己有的念头 只是将军不肯乖乖投降 不过郑小姐早已买通了她的手下 用刀抵住将军的脖子 顺利带着钱扬长而去 见到郑小姐贪得无厌 不但私自抬高筹码还要挟对方 行为和强盗无异 违背了做局的规矩 平先生气愤的转身甩了她一巴掌 还把手枪弄进了池塘 高尼夹在两人之间左右为难 不情不愿的跟着平先生来到车站 由于高尼和郑小姐同流合污 违背了自己绝不贪心的原则 平先生要求她兑现承诺 切下一根手指 高尼躲在洗手间里始终下不去手 还被一个脸上有疤的男人嘲笑了一番 最后经过心理斗争 她还是决定和平先生分道扬镳 留在郑小姐身边 在站台上 八脸男人又来搭讪两人 高尼这才知道 对方就是大名鼎鼎的阿鬼 眼看平先生和阿鬼登车离去 她心里十分不舍 也有一丝担忧 但在财富欲望和师徒情义面前 她还是选择了前者 回到郑小姐身边的高尼成了职业老奸 排桌上的钱像水一样 源源不断地流向她 高尼开好车 住酒店 过上了耻醉金迷的生活 因为过于顺风顺水 她甚至跑到美军陆军基地去找了刺激 行事做派越来越张扬 这天她遇到一个大学教授 把儿子治病的钱拿来赌博 身陷其中的样子 让高尼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动了侧眼之心 高尼把几打钞票塞给教授 劝她迷途知返 只是教授转身又走进了赌场 高尼只能感叹 沾染了赌博 伯顿三教九流都是殊途同归 此时传来了一个噩耗 平先生意外丧命 尸体上还缺了一只手 高尼认为是阿鬼干的 怒气冲冲的要找她报仇 郑小姐不想看着她以身犯险 说服她找为私家侦探查清真相在行动 冷静下来的高尼回到排桌上继续挣钱 谁知碰上了曾经社局 坑害自己的大嘴 如今高尼的技术早已在她之上 看她在自己面前搬门弄斧 只觉得好笑 正准备报过去的一箭之仇就碰上警察林姐 高尼只能堵上房门翻窗逃走 大嘴也跟着她爬上了顶楼 成功逃脱后 她竟然提出要和高尼搭档 从此一定能堵遍天下无敌手 高尼本不想搭理她 但听说大嘴在这个圈子里颇有人卖 就想利用她的关系会一会阿鬼 便一口答应下来 另一边因为警察林姐 郑小姐被关在监狱 这次再也没人阻挡高尼的复仇计划 根据大嘴的情报 阿鬼与一位郭老板交情深厚 两人便来到郭老板的赌场 高调的赢走一大笔钱 这果然引起郭老板的注意 将他们叫到办公室 就在这里 高尼见到了当年对自己社局的另一个赌徒 茂西 茂西如今是郭老板麾下十分器重的得利老千 因此郭老板安排他们单独来一局 结果高尼虚张声势 趁机摆张牌塞进茂西口派里 诬蔑其出老千 按照江湖规矩要砍下他一只手 剑拔弩张之时 警察又闻风而来 大家纷纷撤离 茂西在了跟头 郭老板脸上也挂不住 双方约定两周后再站 得意的高尼和大嘴去酒店消费 店里有两个美丽的小姐 华兰和士兰 高尼出手大方 红了两人十分高兴 可惜冤家路展 他们还没喝得尽兴 郭老板带着手下也走进店里 士兰不敢得罪这帮人 让高尼和大嘴到后面避一遍 郭老板一坐下就点名要华兰来服务 并对他上下棋手 此时高尼英雄救门帮华兰解围 彻底跟郭老板结下梁子 他和华兰也成为了情侣 郑小姐出狱后重操旧言 用祖局出签诱骗各种富豪 可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他身边还缺一个有能力的老签 他很自然又想起高尼 他四处打听 总算查到了高尼下落 并来到华兰的咖啡厅里找到他 看到高尼身边信任在侧 郑小姐心里很不适滋味 连合作的邀请也被他拒绝 郑小姐咽不下这口气 他知道高尼有把钱藏在车里的习惯 便迟使手下偷走了他的车 高尼为了参加郭老板的赌决 只能铤而久险 拿刀威胁冒息和自己联手 威逼之下 不仅将郭老板厂子里的机关 盒盘托出 还在牌桌上故意放水 郭老板在盛怒之下杀了叛徒冒息 并安排人在地铁里袭击高尼 随后来到店里挟持了华兰做人质 地铁中的高尼伸中两刀死里逃生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 残酷的游戏已经把他变成了 牙瓷必爆的野兽 他找到郭老板 以为他效力作为交换救出了华兰 随后在两人同行的车上 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郭老板 使车辆人仰马翻 最终郭老板死在车里 高尼也受了伤 从此下落不明 阿鬼和郭老板是多年的拍档和好友 得知郭老板死于高尼之手后 阿鬼十分愤恨 想为之报仇 因此不断让手下去骚扰华兰 还强迫郑小姐想办法把高尼引出来 郑小姐便把大嘴和阿鬼同时拉进自己设的局 不知有诈的大嘴 按照惯例出老千 结果被阿鬼带了个现行 被残忍的废掉一只手 好朋友交此和货 四处躲藏的高尼不得不现身 她联系了郑小姐 来到一艘船上和阿鬼对决 高尼在那里见到了痛苦万分的大嘴 尽管朋友苦口活性地劝她 但高尼明白 她和阿鬼之间的恩怨必须有个了结 这是一场顶尖高手间的对决 连郑小姐这样的老江湖也成了陪衬 阿鬼势如破竹 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 高尼却十分镇定 轻描淡写地提起平先生的事 文言阿鬼居然表示不知道平先生已死 这让高尼一时难辨真假 这时插花的郑小姐 无意说出了平先生的死状 这让高尼的脸色有一丝微妙的变化 她不动声色地发起了牌 故意让阿鬼看出破绽 对方果然一把抓住高尼的手腕 信心满满地指认高尼出老街 故意把一张酒发给了郑小姐 文言高尼反手擒住她 表示如果郑小姐的底牌不是酒的话 就废了阿鬼的手已是公平 最后借开底牌 显示是阿鬼输了 她的狂妄自大 让自己掉进了高尼的陷阱 郑小姐见证松了口气 让手下控制住阿鬼后准备分钱 谁吃高兴没多久 高尼就指出郑小姐刚才话里的破绽 揭穿了她杀害平先生的真相 高尼念在两人的勤奋留她活命 但烧光了本应属于她的那一半钱 随后驾着瘦伤的大嘴离开 郑小姐机关算计 却落了个人才两空下场 安置好大嘴后 高尼搭上火车 准备回到华兰的身边 不料在车上遭到郭老板手下的袭击 她被推出车外 手中还死死抓着背包的袋子 白花花的钞票则从口袋里飞出来 像漫天的雪花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一入江湖深四海 从此便是甩脱不掉的是非 与之相比 前不过是身外之我 一瞬间高尼似乎想通了 她松开手跳下火车 消失在夜色中 不久后 国外赌场里出现了一个亚洲面孔 她游刃有余的玩转排桌 气敬神仙的笑看输赢 高尼还会回到那个熟悉且陌生的江湖吗 答案只有她自己知道 电影结束 好了 请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美冲 明天定时打卡 美冲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